上辈子的这个时候 以为自己终于嫁给了心中的白马王子了 不好 不要走 她的心在送福中 却不虐了 自己并非公主 你干 你根本不可以做我的妻子 少爷 你电话 喂 有事 那你快去忙吧 反正我也不想结这个婚 少爷 车已经备好了 你先过去 随时候回报 奇怪 上一世 他明明直接丢下我走的 莫世姨 你以为还有机会 让你逃跑第二次 第二次 沈穆涵 我累了 穆涵 这场爱情里 一直都是我追着你跑 而你从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现在 沈穆涵 我真的累了 这错位的人生 该结束了 你走吧 你去找莫津津吧 现在想逃已经太晚了 你这辈子 你留在我身边吗 沈夫人 沈穆涵 你 报复我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为什么要 堵上自己的婚姻 莎莎已经死了 婚姻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你 哥 你怎么没赶过来啊 你让开 你以为穿上一身高定婚纱 就配得上我哥了 就你就我第一件身份 还会想到凤凰 小雪 你别这样 孟涵哥 对不起 我们不该打扰你的婚礼 可是姐姐生前总说 你会照顾我的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 我许说得对 我确实配不上你们沈家 可是今天 是你哥不怕我走 他还看起来 你不怕我走 你快跑 老子 你不怕我走 w Anyways 我的儿子 你会 Fabi 我 你平心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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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笑你蠢啊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真的做过手术 就不会让我怀孕了 孩子 我的孩子呢 孩子 小心 你现在需要休养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孩子已经没了 孩子已经没了 你还年轻 你会有机会的 我 我的孩子 这件事情我早就抹去痕迹了 不可能有人知道 程 你不如去问问给你做手术的人 问问她的手术真的给你做了吗 别到时候说自己的孩子是野状 她如此不定 难道是莫津津从中搞鬼 我要查清楚 志愿 刚快递送的信 那我务必交给你 谢谢啊 怎么还遮遮掩掩的 难道有什么秘密 没有什么 朋友送的礼物罢了 什么礼物这么见不得光 让我看看 和前世一样的信封 甚至不用拆开 我都能清楚地记得里面的内容 梅子生 凤 什么 一栋房子 第二天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就把这个还给我 我失忆 你已经进了我们沈家的大门 既然敢在外面勾三大四 到不了就离婚啊 反正我也不想高翻你 你 不可能 我说过 你到底想不 既然 不愿意离婚 那就给我点零花钱 要多少 两百万 不愿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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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这是胡闹 我们沈家怎么能这么灌着她 想让一个人绝望 必须先变死 想要重开母亲的服装工作室 选址就是首要问题 家一楼 继续走 下一个 不愿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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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 你怎么在这儿 这么久不见 怎么走路还这么外抬 and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all alone 子深 对不起 上一世都是因为我把你连累了 不行不行 我累了 我是我的大美琴 你的粉丝也太疯狂了吧 都怪我太红了 别说我了 你不是刚结婚吗 怎么不跟什么武汉甜蜜的 一个人跑这里来了 其实 我已经决定要离婚了 对 我有个事情想找你帮忙 我要知道默契山和我母亲的事 越想去越好 这都几十年前的事 你要干什么 我要来回属于我妈妈的一切 我要让现在的莫家 身败名裂 是谁 你爸爸这个人心很丑了 我怕你 我会小心的 现在除了你 我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信任了 放心 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帮你的 包括你创业这个事 谢谢你 子深 跟我还客气什么呢 等你的服装品牌做起来了 可被烧得分火了 那当然 我还要请你这个大明星 当我的代言人呢 易不容私 对了 你想好服装品牌的名字了吗 嗯 就这样 第四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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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神话中掌管复仇的女神 爸 爸 爸 别跟我走 滚 从前那起 我们有这个女儿 也不再是我们莫家的人 赶紧走吧 既然上天给了我重生的第二次机会 我一定要亲手夺回本就属于我的一切 那什么呢 说到哪儿了 说到哪儿了 战事都聊完了 可以聊一聊 你为什么跟什么还离婚了 爱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难道我要沙沙的爱到 丢掉性命吗 我还有什么事 我还有胆子更大的时候 看不惯就离婚呗 你没资格说这种话 乖乖当你的沈太太 否则 否则什么 对 你还要让我去伺候你的客户上总呢 你还要让我去伺候你的客户上总呢 他怎么知道盛总 知道我的安排 这眼神 为什么如此绝望 同志 你别忘了你已经是我的妻子 你根本不爱他 为什么不爱 暂时 实施早就不爱你 你要是还一直这样威胁逼迫他 我虽然是个小人 但对上沈总 我还是有一两分 你也是这么想 回答我 你不信我 我说什么还有什么意义 喂 沈总 当年年代上收入的医疗记录 我会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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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敢说你没有因为爱慕穆涵而做手脚 以后也不会 否则遭天打雷劈 怎么 不敢回答 行了 静静 你明天把我手术的资料送到我办公室去 这么久了 资料怕是不好找 是不好找 还是不存在 我不想让你后悔 我不想让你陷阱姐姐的悲伤中走不出来 我知道我不该骗你 但是我不忍心啊 所以 你就将莫莎莎的死牵扯到我身上了 然后利用穆涵折磨我 除掉我 又能将你的穆涵哥牢牢地绑在身边 你可真是好算计啊 穆涵哥 儿子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手术 妈 静静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们不是说一个手术没有一趟 你才能招待阿姨你们听说你太好 你怎么做 属属总监啊 谢谢你 你怎么知道那场手术呢 要想让你能知道 你能不能再有眼睛 你一定要知道 果然是你夫人撞了问题的身份 为什么 她好歹也是你头发一肚妹妹的 你怎么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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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放手 我怎么这么大 你还真放手 放手 我说我说 好 你说我花钱太多 可是我老早就被你那个小三上背的马卡尔灭砸了 那我先去 你胡说 当年那不是你妈妈叫人家酒钱 才当了周在恩爱的爸爸妈妈 沈妈妈 她从我叫周初前面 当年 爸爸在酒店 后来就看了一个老男人窩窩道道 正在把他赶出家门道 我沈家居然有这么一个狐狸亲戚 我还真确 看我非要让你这么不省心的在进行面子 沈妈妈说的对呀 沈上上车 可不说对 不必纠缠让我们放呢 是因为 我想说 那我的这位妹妹 抱着她的几个相似 更疯了 她爱你爱的 不惜向她的一支连食的麻烦 你 为什么要叫我们来介绍 是我敢教训好你的 她还是我的妻子 希望你尊重她 你还护着她 赶紧给我离婚 我的事情 谁也做得不错 你还护着她 赶紧给我离婚 我的事情 谁也做得不错 你会她的妻子 你会太多了 空间 但是,你会做不错 你会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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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做不错 你会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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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莫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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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智 你怎么了 你先弄个手 我先走 我去帮你教医生 不这样子 快 快快快 一滴之前照片记者会成见绯闻 现在又为何在酒店私会 店里就是沈总太太莫失忆吧 请专门回答 请专门回答 请回答 谢谢 哥 哥 莫哈 莫哈 又来 这次不能坐以待毙了 喂 子生啊 你是看见 莫失忆和佩子生进了酒店 现在吗 是啊科科 你赶紧过来吧 好 我马上来 有意思 走吧阿姐 去来美酒店 老辉 参见配子生 certo 你们 我的公司会保留追责权 现在是你们最快厉害 你叫我来就让我来这场冷军 哥 哥 你听我解释 哥哥 对不起 我看背影像他了 我以为我做了伤风败俗 对不起你们沈家的事 不管你是因为讨厌我 还是受人教唆 你都不应该牵领别人 哥哥 你别听他胡说 在你胡说八道之前 还是让你的哥哥 看着他的好妹妹是如何算计的 小雪 你还让我失望吗 哥 你要相信我 这个小三生的女儿能是什么好女儿 要真清清白白的 为什么和她在乎 就是我这个男人 无关精精的状态 这都是我的主意 是我害怕精精受委屈 她什么都不知道 沈总 小雪 穆罕 静静 穆罕哥 我 下去说 他们突然把我抓过来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小雪 我好怕 什么都不知道 她全身在一旁观看指挥 不仅观看 还引领记者们在最适合的时间闯进了房门 来 不会是刚好都过吧 要不 大家一起看一下我派人拷贝下来的录像 穆罕哥 我只是 有个记者朋友告诉我 说她看到事实姐跟佩紫生一起进了酒店 我只是担心事情闹大了 被你知道 所以 紫生 手机 王记者 我这里有个猛料 影帝裴嘴深 跟她传过绯闻的沈夫人 今晚会在蓝莓酒店 所以 是你打电话爆料 还是她想给你拼脸 网上疯传的那些移花切木的图片 也是你拿着去给她看的 静静 这真的是你一手导演的 小雪 不管我的事 我一直看了诚文才以为 是实施姐对不起穆罕哥 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哥哥 我相信静静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我说什么孩子 你家怎么养 这么一个傻来天的妹子 我忍你很久了 我 这么多快 我的领可 想打 都行 想摸 也不是 行我你 紫砂 可别动人家小姑娘啊 我这不是在帮你忙吗 这就到了 谢谢大人 是神童 黑玉帝神童 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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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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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不知道这所谓的高定女装 竟然在路边发传单了 路要一步步自己走出来 更何况 我的工作室才刚刚起步 怎么配给像沈总这样的有钱人做衣服呢 再有一些需要服装定制的普通人吧 发传单能招来多少客人 那我先发着 过后我再给一些服装比赛投投稿 你顶地好朋友呢 没有来帮你吗 我想靠自己 放弃此生已经帮了不少忙了 那还有你老公我呢 你能帮我什么 帮我发传单吗沈大少爷 我请你喝饮料 我呢就继续去奋斗吧 你喝 不就是发传单吗 给 拿着 哎呀 本来以为你这漂亮的脸道 可以帮我去找库库 结果现在一脸凶向 人都被你吓跑了 那怎么办 要不 试试这个 不发完了 给 太冰了 慢点喝 什么 沈穆罕这个人 不凶的时候 还是挺可爱的嘛 醒醒 一个坑不能跳了一次 坚决不能被他的颜值骗了 请问您是老板吗 你完全可以去成熟的品牌 怎么会想来我这里当助理呢 谢谢夸奖 不行的 我这刚毕业也没什么经验 你穿的这身衣服 是我自己设计的 绣花也是你自己绣的 嗯 你很有潜力 明天可以来上班吗 现在就可以 好 哎 你等一下 你看一下这件西装 有什么细节问题 不是跑你的哦 嗯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尽管提出来 我不是服装设计客丸图成的 老板 叫师师姐就好 啊 师师姐 除了数据上 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我得再算算 为这拜托你帮忙啊 同样的色系和面料 是要放在一起的 你下次要注意哦 亲眼一鸣 早 谁能去吃烤肉 好 这么早下班了 幸福亲眼加入我们的工作室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走 等我们的品牌做起来 再请你们吃好的 嗯 喝饮料也太没臭 喝酒 菜肚性 干杯 把对比上两步 啊 两步 他都没喝 名义上的老公而已 不说我了 先说说你吧 刚分手 好 再相爱 也得败给现实 去他的爱情 要不还是叫医生过来看看吧 不用 这点擦伤没事 哎对 你怎么会过来的 下班顺路而已 我说 你现在可真厉害 酒都会喝 看你笨 打不过不会跑 谁打不过 你是不知道 我上学那会儿一个打三个都没问题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你上学那会儿别说打架了 你打篮球这么厉害 还不是总把自己弄上 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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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放好 把梦姚 我看看梦子 嗯 不知道这谁放的吗 谁知道哪个小名媚 要送一次呢 我用心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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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握手握手 原来是你 我还不知道你那名字呢 我叫莫莎莎 上课了 我先走了 你什么时候还我校服啊 你说那时候每天给我送饭的人是你 还不是为了谢谢你救过我 是叫你个傻傻扔的行 你说什么 那我的校服呢 怎么没还给我 我记得我当时喜欢放家里 不知道被谁给毁掉了 对不起 穆哈 怎么突然说对不起 就你的校服被我姐姐给毁了 没关系 但是你姐姐为什么要毁我的校服 她从小就嫉妒了 凡是我喜欢的她都想要毁掉 怎么毁的 是被精心剪的 你怎么知道她是被剪碎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说不定还是你的杀杀干的呢 我去洗澡了 如果诗诗说的是真话 那莎莎呢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都是假的 我一定要查清真相 不错 你什么时候来的 又怎么不出山啊 你偷偷起床都没说一声 我还要跟你汇报 这套西装不错 你快做好拿给我 这又不是给你的 这是给子珊的 你为了给她做西装熬了一夜 我工作室的事 子珊帮了不少忙 我总得谢谢人家吧 你工作室的钱还是我出的呢 不许给她 你可别无力取闹少爷 我都答应人家了 况且 这套身材伤差那么大 你又穿不上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能穿上 她就归我了 行 你的 我先去上班了 妈 妈 妈 我着急上班 我先走了 着什么急啊 一天都晚不着急啊 我们沈家还养不起你啊 快出去抛头了 你 像什么样子 妈 你少说两句 她就是不如金晶好 哎 儿子呀 你是不是跟金晶闹变用了 这两天都必来讲家 没有 那就是误会了 我明天晚上约金晶来家我家吃饭啊 我明晚有应酬 我过来吃饭了 走了妈 哎 我还没说 你 我太多了 你告诉你 我体会出现了 谢谢你们 我就喜欢 我 我 你们 看 我 你 我 你们 你们 我 我 你不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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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不上 老子 你這個妹妹也太極品了吧 我哪敢有這種妹妹啊 你們記住 以後不許讓外人進我的辦公室 尤其是她 對 快把監控調出來 喂 沈總 監控裏面沒有發行中 天天的可疑之處 實際也覺得很奇怪 好 還有沈總 您說的那套西瓜 是把後續的細節 就改多角度了 嗯 媽 就是這個系列 這個莫失憶 真以為憑著自己那短命的媽 留下的幾張破設計圖 就能翻你什麼風浪 那當然啦 什麼著名設計師谷家大小姐 當年還不是輸給了您 可是 穆涵對她 沒事兒 有媽在 得給她點小教訓了 感謝您對我們第一次扶您的信任 這是我們第一單高級定制 對此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這個面料採用 什麼 這什麼東西扎著我了 這邊也是 我來幫你看一下 對不起對不起 我們都是人身檢查過的 不知道怎麼會有症 什麼破定制 趕緊給我脫下來 對不起是我 對不起對不起 您的損失我們會賠償的 賠償我你拿什麼賠 我可是衝著古又威的名號才來的 沒想到她女兒竟然是這種水準 對不起師姐 我以後會多注意的 好了小妍快回去吧 我想一個人走走 喂沈總 師師姐她 美女妳的菜好了嗎 要不給我酒 先喝吧 稍等一下 我一定讓媽媽很失望吧 好 師師 快過來 你要自己煮 我都是美女官的 你 你 剩下的我来处理 你先回去吧 喝 你去喝 嗯 你有点像那个沈梦涵 嗯 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他 他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好过 从小到大 都是我一直追着他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一眼 那他是挺过分的 对 就是 那太过分了 还有更过分的 后来对我特别好 可是这一切都是骗局 他把我的摸杀下的替身 他要报复我 可是我没有杀害摸杀 是 你没有 我信 莫涵 是你吗 舅妈 家里来死了快报警了 好 果然 礼服还是不见了 还好我早有准备 这一世 我改变了这么多 可是事情 还是会发生的 喊什么呀 自己把屋子弄烂的就好好收拾 沐寒商店马上开始了 妈 我的礼服不见了 那就别去丢人了 反正也没人欢迎 妈 我们走 河山漂亮 你把他拿走 看他怎么丢人的 伯母 这不好吧 我也只是担心 帕默示意抢您的风头 他也配 就是靠这些迷着我儿子的眼睛 他教训教训他 你这个女人太有心机了 妈 如果不是有录像 我夫人还真是白口磨变了 儿子 沐浩姐 把我为夫人盯着的礼服拿来吧 你妈都是为你好 妈 你们休息吧 这件事请我来说的 妈妈 消消气 妈 这衣服真是你 真是什么 又不是我拿的 没事 哥不会生气的 那是我儿子 他敢 拿开吧 可能比你做的差一点 好漂亮 这就是上一世 本该穿上的那件礼服吗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很早了 等待也别用不上了 是因为 知道我要宣战蒂斯扶您 所以 就没有告诉我吗 穆涵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你是我的妻子 我对你好深 那是这样子 你怎么把她的了吗 我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我真的想要是 你还是不中了 咱们 我不是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杯 小雪 妈和晶晶拿走诗诗礼服的事情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诗诗是你的嫂子 莫晶晶她只是个外人 她远没有你想象中的善良 小雪 你要知道亲书 知道了 哥 你见到诗诗了吗 对 差点忘了 嫂子说她先走了 让我把这个给你 算是给你准备了生日惊喜 拆开看看哦 你还没走呢 药会结束了吗 怎么搞的 这么狼狈 该死的墨金金把我一个人关在卫生间 我叫了好半天都没有人来 我好不容易自己跑出来的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没什么 我的生日惊喜呢 我给你发地址 你晚点再过来 我先去换衣服 等一下 deserving Gu朋友 我give多了 祝你 我感觉了 怎么办 你就没答应 我还给你 虽然时隔很多年 给你换上吧 怎么觉得 有点紧啊 不会啊 刚刚好 你脸怎么红了 好 虎搭 这是在外面 快停的 快 乔花姐送我们回去 你没事吧 快请 先回去 虎搭 你没事吧 我被瞎咬 我要去远国 这到底会受病的 不是 我好 我好 快上 我吃不住 你再上孩子 我都不愿意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晚上是你硬上的我 怎么爽过了就开始不认人了 你闭嘴你怎么会来 说过了走错了 但是昨晚一进门 灯都不让我开就开始 你滚你快滚 行 以后想要 喂 昨晚为什么我哥跟着墨诗义回来的 和墨诗义 对啊 我看现在都没起床呢 你那边怎么回事 喂 墨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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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听吗 又是你毁了我的幸福 再躺一会儿 没错 也没错 这一天 有点 对 我能不合行 我没想到你 有点 你 我 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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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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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你谁啊 兄弟你 帅哥 请我喝一杯吧 行 但也喝一杯 走 醒了 牛猫 又想打我脸 看到星星了 你 我 我 放心吧 我们没什么 喝点水 那我衣服呢 大小姐 你吐得浑身都是的呀 我让服务员给你换的 多坏心事 我没了 没没了 哥 怎么样 没事吧 奇怪 莫晶晶 到底为什么要害小雪呢 晶晶是因为知道 我一直想去酒吧玩 才带我去的 他肯定不会故意害我 都是那个色鬼傅明川 莫晶晶打电话给我 若来得及 傅明川必定倒霉 若敢不及 你也会有办法 让傅明川负责任 那 他和傅明川是什么关系 直接问傅明川 我让傅明川 把傅明川所有的酒店给我停掉 让傅少直接来找我 那 莫晶晶人呢 那个女人 我会送她一份大礼 好 你看新闻的吗 晶晶 前早在酒吧附近的巷子 被人发现一扇不整 说 可能被流氓给 关我什么事了 那孩子太可怜了 要不你去安慰他一下 妈 是她教唆小雪需酒吧的 如果昨晚不是有人帮忙 那最后出事的可能就是您的女儿 晶晶啊 你喝点水吧 你不能不吃不喝呀 家门不清 被写成这样 我还要不要两个啊 你少说两句 晶晶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晶晶 你告诉妈妈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妈 想不起来了 昨天晚上我跟小雪去旧吧 然后就 我想不起来了 我想不起来 你别发火了 让他们冷静一下 哎呀 媒体那边我已经联系撤了 哎呀 现在除了这种事情 满城皆是的 看 还有哪个附加工资会其他 妈 妈 我知道了 是沐寒哥 是沐寒哥来接我的 是他 就是他 沐寒 新闻上说 什么 晶晶说 因为沐寒也喝醉了 所以 他们两个在巷子里 嗯 我知道了 事关重大 我会跟沐寒问清楚的 你们放心 这么拙劣的荒野伞 我今次认识疯了 那现在 诗诗 我先送你去工作室 好 哎 那我 哎呀 周飞这怎么回事呀 你 你 先坐先坐 坐下沐寒 是沐自身的人 沐自身 吓唬不津津而已 没真的发生什么 你 你和沐自身 什么时候战队联盟啊 儿子快开门 尽你自身 你们也去去 啊 你也去 毕竟 我也是沐家的女儿 我可不能错过这场好戏 伯母 谢谢你们还来看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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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曾成为人 托弃的对象 还让沐寒哥跟世事结为难 对不起 傻丫头 你沐寒哥不是来了吗 别再做傻事了啊 沐寒 你快劝劝他吧 沐沙已经走了 我不能再失去静静了 让我和静静单独聊一会儿吧 无论我们最初带着什么目的 沐寒哥 现在诗诗是我的妻子 我有责任守护她 沐寒哥 我只想在你身边 我不介意有没有名分 我介意 我对你的放纵也够了 你应该清醒小雪没有出事 否则 你忘了我姐莎莎了吗 还敢跟我提莎莎 沐寒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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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莫太太竟然还说是我们抄袭 太过分了 我看他们才是抄袭 去把莫津津上次到我办公室的监控视频调出来 好 走 看一眼就全部抄走吗 不可能 既然要斗 就得知己知彼 目光这些年所有的日暗 都在这边 这些都是妈妈的设计稿 林苏玉不光抢走了爸爸 连妈妈的设计稿也都抢走了 所以孟静静上次来 是看见了蒂斯福尼要出的系列 林苏玉就抢先发布了 你怎么来了 你几天没回来 我还不能来找你了 试试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莎莎真的不思议 害死莎莎 又嫁祸给你的 是莫津津 怎么会 他们可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 到底为什么 得让她自己来说 那 你想怎样 如今我们有了共同的电源 不是吗 互相利用 各区所需 等莫津津彻底复发 才来处理我们的事 各区所区 好 我同意 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课来好了 试试 试试 这位就试试 来了 先坐 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啊 和谷优伟年轻的时候就很像 这位是呀 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林克 你妈妈在巴黎学习的时候等同学 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其实你很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你一次 之后我就出国了 常天又为提起你了 没想到一转眼都长这么大 我记得 我妈妈经常和您一起讨论设计的问题 关于TISV你和穆光的抄袭新闻 我看到 林先生这次来也是特对她帮你的 你们先聊 我先出去一下 这是你妈妈最后一件 也是最得意的作品 当时我刚好回国探亲 又为似乎也意识到有人课计她的设计 所以把所有的草稿和底稿都交给我保留 孔宇 好漂亮啊 这对我来说太有用了 消息这边 我给你点的 你最喜欢的草莓味的 找我什么事情 我给你点的 我是想跟你说对不起的 上次我真的是想带你们去酒吧放松放松的 那天我也喝醉了 您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定得原谅我 那我们就喝好啦 快吃吧 对了 你哥哥跟施施最近怎么样呀 上次我也挺对不起他们的 好像挺忙的 莫士忆最近在忙新品的事情 早出晚回的 你说莫士忆的新品是孔女 小雪的话还可信吗 毕竟你跟她因为酒吧的事 妈 什么雪你还不了解吗 就她那个脑子 我说什么她都信 我想起来了 是谷尤威最后一个设计 好 我们还得抢签发布 尽快邀请所有媒体名流来参加发布会 师姐 谢谢 妈妈 我不会再让你生日子 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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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来不下来 不下来 子深 我终于在忙这个地方了 我终于在忙这个地方了 你也让你避免 什么人 你们对此理智抄袭上演了吗 这是我潜心多年的设计 我们木官会追究 你 潜心多年 潜心多年勾引有父之父 然后一起夺走我母亲的一切 出退 你还想打我吗 父亲 莫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还 别叫了 我今天既然来了 就是为了揭发事情的真相 这件礼服 明明就是我母亲 骨佑威生权的设计 你信口开河 小心我们告你诽谤 你想要证据 是吗 我有证据 可我 巴黎皇家设计师 他什么时候还过的 你 各位 我手上这些 是骨佑威生权设计 骨佑威师的所有草草原宝 我就是草原 你 别吊着 下去赶紧把印度放你 莫大小姐 别着急走 我还有一份大礼 放心 三年前 我老公喝酒开车 出了车祸 人没了 还撞死了小姑娘 我也以为是意外啊 收拾东西时候 才发现家提前写好的遗书 怕自己走后出事 写上了真相 买胸的人叫莫晶晶 不是我 晶晶 我怎么会看自己的亲姐姐 你你倒打一旁 我们既然能查到这个女人 你觉得我们还会查不到 这笔情的来源 和更多的证据吗 乌晶哥 真是姐姐恐我了 你知道吗 你的解释 留给警察说了 妈 不是我 爸 你怎么如此歹毒 连自己的血清都害 就是妈 从小她就是家里最得宠的 后不容易她死了 乌晶哥就是我的了 我来了 都是你 我是你 我们不能再失去个女儿了 你救救她 你这笔品 我说岳父大人 咱俩都同为男人 我都有点同情 你说你这 绿帽子戴了这么多年 快哭吧 你 你胡说 我也就按你所说 拿到了莫晶晶和莫骑山的亲子监定 那我们将来什么一点 你 你 我你所言 我一直觉得奇怪 同是同夫异母的姐妹 为何诗诗和莎莎这么想 而晶晶却完全不想 没想到 为了才对 晶晶 根本不是一个女人 叔叔既然回来了 不如先多待几天 给我个机会 好好感谢你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我和佑维从上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他的女儿自然也是我的亲人嘛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送你 好 希望这次叔叔回来可以多指点指点我 哈哈哈哈 你的设计我看了 很有灵气 叔叔绝对支持你 谢谢叔叔 好 不客气 那我就先走了 嗯 事事我就交给你了 你可得替我照顾好看 放心吧 再见 再见 这次最要感谢的人是你 紫晶 要不是你帮我找到林叔叔了 这次你可真是接错人了 我只是跑腿的 找林克的是你老公什么玩 行了 我先去忙了 你们夫妻的事我就不参与了 对 我老公 你俩偷偷摸摸干嘛呢 看这个呀 诗诗姐 你诗姐的婚纱也太好看了吧 你不会 又要办一次婚礼拔拉丸 好呀好呀 那这次我得猜点 好你个头啊 你俩一天就知道八卦 快去赶新品成衣圈吧 老板 这都到了下班时间了 我看诗诗姐是跟沈总学坏了 压榨越过 行了行了 那今天就先下班吧 嗯 耶 老板玩帅 下班喽 报告沈总 秘密发现 是诗姐的设计婚纱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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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